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QBOX 後面的車子在排隊耶 好可怕喔 拍妳來看 Bike 這個漢堡的 Watada Ichikong 它不貴 好可愛喔 這好可愛喔 好復古喔 妳是不是看了這個動漫想買啊 Yurukyang 不是 妳是先看 現場的SATA這個東西 然後 發現動漫也有 在推廣 這個也好好看喔 哇 這太小了吧 小玩具 如果妳有機車之後呢 妳會到台灣有一個新的 可以逛街的地方 就是很多那種賣 賣機車帽的店 很多嘛 台灣嘛 各種顏色 各種圖案都有嘛 對啊 妳剛剛看的是這個吧 一模一樣耶 妳可以再看一下妳的那個圖案喔 妳看 喔 差一條線 差一條線 很像 我們這紅倉庫難道要派上用場了嗎 可以放妳的機車 終於到了嗎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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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 啊 打扮 Waterno.8 我們看起來 不好意思,我坐在一起 謝謝你 謝謝你 我坐在高橋的旅行 我坐在一起 好,好,好 好,好,好 這個鍵盤的鍵盤會押著 好,好,好 然後開啟 走路的間駕駛很困難 所以,on時也押不住 所以它也不適,但是它也沒有 各地都被握到的地方都可以 但是這兩邊都可以握好 所以記住 所以你可以握著它 這麼高就啊 嗯,你看 我想把寬子的腳步 さあ シューバッツ 這就是我的新的夥伴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終於到了 等很久了 可以 我們在店裡面 看的時候沒有這個顏色的 對… 所以已經第一次見面 妳要不要騎騎看 在這個庭院裡面 真正的 起上步是 另外再找時間 對 因為已經要晚上了 很怕 第一次我完全的出鞋車 因為觀眾裡面有很多機車的前輩們 我們在日本騎 這50…50cc嘛 可能在你們那裡比較少看到或是沒有啦 50cc的話是 正常的駕照是可以騎的 對… 對 不用特地烤機車的駕照 電車可以 我很怕喔 妳先騎… 妳再告訴我妳的感想 什麼 可愛… 我看著車子 我先坐下來 好重喔 ちゃんと足額をここに置けるようになってるね 嗯 這樣子 突出來駕面 然後呢 要怎麼引擎スタート 引擎はここでこうやなきゃ 嗯 一回… 一回これをやってからあれ押すんだよ 妳剛剛不是有在停嗎 忘記了 哎唷 這樣子 對 そう そうです 這樣子 嗯 啊 行けるじゃん ティッコー ティッコー コーイオ 啊 啊 でも バランス取れてる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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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바트 啊 啊 不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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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Yuma少女呢今天要出發了 好天氣 你準備好了嗎 哇 我們來看一下Yuma的裝扮 現在我要裝一下那個 手機的 是 這個嗎 嗯 我叫什麼 我是誰 有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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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準備好了 吃飯 好 那我跟在你後面囉 腳扭到了 上次打球 各位不要誤會喔 我不是騎單車跌倒 我不是騎機車跌倒 打球 你看 種種的 差不多了 過了幾天 那你是怎樣 我在你後面跟著你 我們目標是去超商買一塊炸雞尺吧 好緊張喔 來吧 現在我們主要是 在我這邊 有賣的 它是沒有 在我邊的 我會把 好緊張喔 你會說 好緊張喔 有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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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開始了 很緊張 會在想 我們要不要 我們去吧 啊 錯了 失誤了 等一下我要 往左轉 往左轉 這一條路會有車子要小心 往左轉 又停的時候我的腳是要怎麼辦 往左轉 等一下喔 要好好看一下車子 沒有車子 行! 行! 我在 道路走著 來 我不知道 我大概 要在 哪裡 這個太左邊了嗎 哇 気持ち 好痛喔 風 又感覺到風 現在 20km 等一下 不穩定喔 我的速度 後面 除了流的車子之外 還有 還有車子 我應該要 加油 30km 我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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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超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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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後面的車子在排隊 好可怕喔 好有壓力喔 沒關係 我應該不要 不要看 不要感覺到這個壓力的 要不然好危險 然後左向上 左向上 ちょっと待って 行き 行き 開始 行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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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 好玩喔 看到了7-11 我們的第一個目標 7-11 運格 左轉 板左轉 然後我要 我要停在哪裡 一個人這樣到三個角落 我都看在哪裡 我的停車位在哪裡 這是車子的 好舒服 舒服 舒服喔 嗯 帽子不能夠戴著進超市 超傷喔 會被誤認為搶到 五頭 Helmet 有嗎 那裡 不知道吧 什麼 不准超越 不准戴狗狗 不准拍影片 那裡有不准Helmet 蛤 嗯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很輕鬆 很輕鬆 我現在的感覺 是 還蠻快的 我覺得還蠻快的 可是 只有15kg 30kg 30kg 出發 30kg 30kg 出發 30kg 很快 這個 這個 如果 鑽到的話 很危險 的速度 可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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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击的这个其实很重要 因为机车如果碰到 吸到小石头上面的话 它会躺开 到自己的脸的话会受伤 欢迎回到家 无事正好 干啥 怎么样 虽然好紧张可是很开心 这是Yuma的一个 她自己想要开发的新的兴趣是不是 那我们好像也还没有跟大家说 你为什么突然就是说要骑这个机车呢 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从去年开始我慢慢开始想要不要买Gensuki或者自电箱 因为我最近还蛮喜欢去超市买东西 因为我们家周围其实有很多山下路 车子没有很多的风景也很舒服的 太早的话自己在里面 一瞬间过去不能够享受这个风景 风啊什么自电箱啊 季节 是个季节什么的吗 然后我到那里面一直有 要不要买Gensuki 是以为是需要拿这LICENSE的 有点难度这样子一次次的 以为要驾照 然后上次跟你一起Flat去看Bike的时候 就知道 其实50cc以下的这个最小的 这个的 嗯 Gensuki的话不用LICENSE 然后就买啦 也不是不用LICENSE啦 是有驾照 有开车的驾照 就可以骑50cc 对 那的确Yuma她是真的很喜欢这种 乡下风景的 自然少女 对 住在森林的少女里 少女 那有一些小路呢 你可能车没有办法开进去 你就可以骑这个机车 这个小小的机车进去里面 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神社啊 或者是一些秘境啊之类的 就开车去不了的地方 在乡下很多 嗯 逗风 对…可以自己去逗风这样子 是觉得很还不错 那这个Gensuki 50cc呢 听说要灭绝了是不是 我不晓得 其实我也不晓得 我对机车不熟啦 我不晓得50cc以下 这种小机车小型的Gensuki 日文叫Gensuki嘛 不晓得大家那里 或者是其他国家有没有 这个机车的情况我也不太了解 对 好像听说 对 听说好像是 现在只有在日本有 然后我也以后应该会拍 你下机车的都风的影片 对 在YumaTV 大家可以去订阅可以去看 好 那这一集就到这里啰 你要小心啊 不要太勉强喔 你也可以啦 不要开太快 我…我脚受伤 我脚受伤 对 没关系嘛 对 我脚受伤 不行 练杂 练杂 哇 有这么多口结果啊 对 我不行 好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